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三角梅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给三角梅更换盆土最佳的时间段 也就是在清明前后给它更换 这样就能够让它快速的浮盆进入生长阶段 像我这一盆三角梅就是由于使用的土壤 容易出现板结在这个适宜的时间段 我们就要给它更换掉 那么今天主要的就是跟大家分享 如何给它托盆还有如何给它配土 拖盆之前我们先拍打盆壁 这样就能够让这个根式更快的拖出 也会减少损伤 因为这个土壤容易出现板结 拖的时候也有点难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根式长得比较发达 所用的土壤就是一些普通的原土 看下这个土球硬邦邦的 这样打它也不会散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给它更换掉 不然会影响三角梅的根式失收 我们给它去掉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不能完全给它去掉 这样的话它的根式受损非常大 是很难让它恢复生长的 剩下这一个土球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给它配土 我这些配土里面有泥炭土 还有核沙再加上一些珍珠盐 锯末这四种土壤配比起来 疏松透气沥水信号 但是三角梅它是使肥植物 为了增加盆土里面的养分 在后去满足三角梅的生长需求 我们在土壤里面给它增加一点有机肥 像这种羊分 羊分肥力温和肥效取久 不伤根不消磨 所含的有机肥百分之四十五 有机肥多了就会分解出的腐质质更加多 使土壤短力结构多了 在后期就会疏松透气 不容易出现板结 给它一起换泡均匀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土壤使用的时间长了 它的有害菌非常多 都会有一些板结的现象 那么我们可以在盆土里面 给它加入这种小颗粒 就是HB101活力素 主要它可以火化土壤 可以增加盆土里面的有育菌 还有微生物减少有害菌 又可以起到养根 撞根 触根的效果 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根据这个土壤的比例 来给它适用 像我这一大盆的土壤 就给它使用两毫升就可以了 直接的把它撒入到土壤里面 给它换泡均匀 由于时间关系 下个视频再跟大家分享 如何给它上盆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